看看新闻榜 看到最后这两位 潮人们一定会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了 汤伟伯和李晨 这两个老板又开店了 这次他们的新阵地是杭州 可能怕气势不够 于是拉来了一水的圈中潮南 潮得连天气都雨水不止 守候了一整天的粉丝们 也终于等到了和偶像们 短暂的近距离接触 很开心因为夏宇他们还来 然后非常谢谢他们来 参与我们这次的开幕 然后是第三个点在杭州 所以还蛮开心的 我本身没有 我很久没来杭州了 然后李晨 可是我跟李晨都会通脸 有时候可能照片会传 会通电话 然后他会跟我讲说 然后我们一起讨论 所以这次来算是 第一次真的看到 这次的这个完成 几乎是三个通宵 把这家店赶了出来 就每天有朋友来看我们 最多问的这句话 开得了吗 开得了吗 到昨天晚上两点 还有人说 哇你们明天开得了吗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 要相信桥到船头 自然质这句话 面对自己的新成果 还有这么多好友帮忙站台 两个老板掩饰不住他们的自豪 但请来的嘉宾们 似乎都各自有目的 黑人就是为了老婆的演唱会 拉嘉宾来的 宣传到不必 因为票已经卖蛮好的 但是要确保嘉宾 潘伟博不会放鸽子 而他们的好友 Jason唐志忠 似乎也是为了 大秀家庭幸福来的 我的大女儿跟二女儿 因为前两天圣诞节的晚上 我们才办一个满月就 在照片里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 比较大的是我的大女儿 比较小的是我的二女儿 然后我的第三个女儿 不是不见得 我也许第三个 是儿子也不一定 所以搞不好就会 很快跟大家问世 他们今天差几岁 差15个月 换句话说 我太太刚坐完月子的时候 就叫她不要穿那么少 虽然Jason的恩爱 秀得让人有些小脸红 但当晚最抢眼的不是他 也不是两个老板 而是这位常常 以初位穿着抢劲的黄伟文 下午采访他的时候 着装虽潮 但至少还是男装 到了晚上 惊一眼亮相 看得大家都要用手 才能拖住掉下来的下巴 因为还有其他的媒体要做访问 他们就说 你多带纸套衣服过来换吧 所以就 对 就换一个 已经天黑了吧 所以就穿一个碗装 就穿 换一个裙子吧 就跟潘伟博 跟黑人 跟李晨要拍 能穿什么 能配合他们 我想我穿什么都 气质上 都是帅哥吧 而且都比我年轻很多 我想我穿什么都 配不起他们的 所以我就乱穿就穿 虽然嘴上说乱穿 但其实这身初位的打扮 是黄伟文向自己偶像 圣罗朗巴黎的设计师 海地的致敬之作 搭配的也是家中的旧衣 我家里的东西 也能组合出来 他的那种 所以就 今天穿的这个 看看能不能 带出一点 他的感觉 这样子 当天穿上身的行头 是没人比得过黄伟文了 不过其他几个潮人 特别是开潮店的老板 自然不甘就这么 输掉自己的潮流眼光 于是我们来了一场 小型的潮物比拼 让五位各自在店里挑一件 自己觉得最潮的单品 看看究竟谁的潮流指数最高 老板李晨挑来挑去 最后还是觉得 自己身上的最好 这件衣服其实 也是我们这次的限定款 它的主题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张Google的地图 然后你会看到 有很多的城市 然后最终的这个地图的标 落在了杭州 然后MLGB 是我们一直在 崇尚的一个生活的态度 就是Make life getting better 然后呢 其实通俗的讲就是 买了个宝 老板如此自卖自夸 情有可原 不过Google地图毛衣 确实也很有新意 而高调秀幸福的Jason 挑起衣服来就低调很多 搭配的衣服吗 我来看一下 其实有点爆纹元素的 我是蛮喜欢的 这样子的外套不错 刚刚有没有人选过这个 没有 就是这件外套 配我这条裤子 跟Mike的靴子 我比较喜欢低调 然后墨绿色 然后有点爆纹 倒配我的鞋带 然后我觉得 其实这样子还蛮好看的 军绿搭配爆纹 低调保暖又不失野性 和Jason今天的 胡扎造型也搭配得到 接着高手出场 效果值得期待 这件某丁夹克算得上 是店里的特别之作 要想看上身的效果 当天唯一的女嘉宾 童诚杰就是最好的失败 好东西当然大家都会喜欢 除了这两位 另一位老板潘伟博 也一眼相中此物 女装的部分 一般差点会叫 英雄略有所同 外面是潮流人士 所以就是 这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然后女生穿起来干嘛 我一来我说 这有没有XXXL 因为我想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 大家可以去 去喜欢的 然后去尝试 最后一个黑人 他挑起衣服来 就不像其他人 这么认真有原则了 基本款是BF 其实我热血 大家知道是我的 但是BF也是我的 然后为什么是BF呢 简单来说应该是 Black Beaver 但另外一个就是 Black Ian 范范 黑人的情侣装 李晨的地图山 Jason的豹文军服 再加上潘伟博和黄伟文的 毛丁夹克 究竟哪件才是你眼中最潮呢 俗话说得好 看遍天下潮大 心中自成潮男 黄伟博